她是來自俄羅斯的選手Kanaeva 也是去年北京奧運韻律體操金牌得主 韻律體操的繩子這個項目 她手上的繩就如同她的第三隻手一樣 就看她要往哪走 繩子就往哪走 Kanaeva以靈魄的伸手做成 尤其她這音樂的節奏感非常強烈 每一個動作都緊緊扣著節拍 接下來看她空中拋繩的動作 繩子往空中甩之後 兩腿小碎步接著繩子轉身一圈 小跳繩兩圈前滾翻之後 腳再把繩子給踢起來 粉紅色的繩再次回到她的手上 Kanaeva的動作在評審的眼中 非常具有冠軍相 接下來看她拿手絕活 空中拋繩之後兩圈 繩子接起來再來個一圈 這美麗的動作也為她在第一輪 繩子項目的比賽當中 拿下28分的最高分 看完了國外選手 當然也要為我們自家人給加加油 畫面上看到的是 我們台灣的年輕選手賴影子 她身索綠色以及帶有 金色黃色銀色點綴 這相當漂亮的服裝 在場上仍然毫不卻場地 展露出她最自信的一面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她的動作相對之下比較深色 整個繩子拋接的timing 沒有辦法掌握得很好 不過就像她賽前所說的 這一次能夠和世界高手一同競技 她已經相當滿意 記者邱顯熊高雄報導